志工老师带领民众跳起甩手舞 活动四肢筋骨 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一天的重头戏 戴着牛仔帽一身牛仔装扮 社区的阿公阿嬷跳起当红的骑马舞 要秀出健康与活力 其实我还是不敢上级跳 因为过去没有经验过 那跳起来还蛮不错 感觉蛮不错 担我 还有储幼吗 对身体如何 对身体很好 有电动很好 虽然这群阿公阿嬷平均年龄快要80岁 但跳起舞来展现的活力 可是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 陶氏活力社区关怀协会举办岁木关怀活动 第一站就来到了太平的丰年社区 而这群社区长辈的活力十足 也吸引贵宾下场任务 和他们一起统欢 今天一两百位阿公阿嬷都带来这么多的活力 活力健康快乐 尤其是刚刚的骑马舞 他们真的是九十几岁也要跳 我觉得说这就让他们的心灵 产生不一样的期待 跟不一样的生活形态 我是觉得这个外面也很有意义 有一些阿公阿嬷 营华组的他们都可以走出来 带动他们一些活动 让他们活得更有活力 更健康 我快乐 最近寒流一泊接着一泊 不过在这群长辈的身上 却只感受到满满的热情与活力 关怀协会也准备了摩采活动 以及健康养生讲座 不只要让老人家了解要活就要动 也能够吃得健康 接着来春风台中采访报道